经济部还这么犹豫 也是百般阻挠 都让我们不禁怀疑 经济部是不是对远东集团和徐旭东开的 2018年公司法第九条在立院三读 当时的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 在逐条审查发言时 使出洪荒之力推动修法 检调调查恐怕是涉嫌收贿200万 给了徐永明有强度关山动力 检调监听发现 白手套郭克明跟徐永明 谈妥200万元汇款后 迟迟没给钱 徐永明竟然还在电话中 大胆催款询问钱呢 对比一项主打打摊除币 全年无休的他 还受到公都盟第九届八个会期 给了八次优秀立委肯定 徐永明如今却涉摊 那一句实力出品品质保证实属讽刺 这给台湾民众的讯息是什么 司法争议在哪里 时间到会2018年5月 经济部在公司法中放入帝王条款 遭立委质疑护航远东 6月包含六国栋等多名立委 便提案要求可诉及既往 为李恒隆量身定做 全案进入二读后 实力再提案增订条文 形同变效回溯 7月在院会三读 2019年底 徐永明再协助开公听会 护航修法一路到底 很难理解当时时代力量 为什么如此坚持 在某一部分的条文 是不是在朝野协商之后 还再次召开公听会 当这个案发生的时候 在对照当时时代力量 要协商当时的坚持 就会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如今检调收网抓鱼 徐永明涉嫌收贿两百万 从三读到协助公听会 推动修法过程 是否跟这两百万有关 也将被主意摊在阳光下 记得程序李佩萱台的报道